大家好,我是東英走強的鮑伯 2020年星巴克在全球超過3萬家的分店 日本也超過1500家 在這1500家的星巴克當中 有幾家不但有幾家的地理位置 本身的建築絕對可以成為當地的地標 鮑伯這次就來介紹以星巴克為中心 包含店鋪周邊的景點介紹吧 建築本身大概有100多年的歷史 由古名家改建的京都惡靈版雅薩喀茶屋店 是全球第一建有榻榻米的星巴克 光是聽到這個特色就很想讓人一探究竟吧 那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跟鮑伯一起來探索這家星巴克吧 京都惡靈版雅薩喀茶屋店就位在惡靈版 地理位置極佳可以當作拜訪清水室途中的休息景點 店家總共兩層樓保留大正時代建築的樣貌 走進一樓是點餐跟取餐區以及一部分的座位區 點完餐之後通過很有古典感、窄窄的通道 可以走到取餐區 晚上配上淡淡的打光 更顯現了神秘感 取餐區還有小而精美的庭園 邊等飲料邊欣賞吧 拿完飲料後 我們通過同樣窄窄的樓梯走到二樓 晚上也是打成很簡單的黃光 低調的走廊 隔開二樓不同區的座位區 有一種高級日本料理店的感覺 榻榻米的位置真的很棒 有點可惜的是這個區域有其他人 所以鮑伯沒有辦法把整體拍給大家看 但上網也可以找到很多照片 鮑伯很喜歡這一幅有清水寺 陰雨瀑布水流所啟發的掛軸 像正在倒咖啡時候的水流 以及這個很充滿美感的窗戶 在這裡脫鞋子 然後用盤腿的方式喝星巴克的飲料 應該會是一個難忘的經驗 另外一個座位區並不採用完全開放的空間 所以很適合跟閨蜜朋友在這裡挑一個沒有人的時間 安靜的聊心室 若話題太無聊 還可以時不時偷看窗戶的二年版打發時間 拜訪這家星巴克最棒的時段是傍晚 除了可以看到還明亮的二年版 到了晚上的時候可以看一下咖啡店外觀的打燈 也可以趁晚上其他店家都結束營業的時候 在沒有什麼路人的二年三年版散步 體驗一下悠閒的京都夜晚 我們來簡單介紹一下星巴克周邊的特色景點吧 清水寺應該是京都旅遊的必訪景點之一 除了寺廟本身富含歷史以外 也為世界遺產的一部分 近年約13萬平方公尺 有大安森裡公園一半的大小 也包含了國寶在內 總共有30個大大小小的文化財 一年版、二年版、三年版以及清水版 因為是通往清水寺的參拜道路之一 而繁榮興盛 一路上有很多土產店、茶店以及住宅 搭配著美麗的石階跟石牆是絕對不能錯過的景點 晚上可以走到一年版附近的高台寺 春夏秋冬某幾個時段會有夜間特別參拜 晚上打光真的非常精彩 有些地方還會有燈光秀 慢慢在室內走一圈 大家可以花個一個小時左右 很值得 日本第一家需要坐船才能夠到達星巴克延島錶餐道店 卻會在世界遺產以及國寶的延島神社附近 擁有幾家的地理位置以及精美的設計 絕對要拜訪 公島位於廣島縣 距離廣島車站大概一個小時左右的車程跟船程 公島也是日本的山景之一 島上自然跟歷史間距 這棟三層樓的建築 是跟公島brewery合在一起 那Bobbo因為不喝酒就不介紹啤酒給大家 我們直接介紹咖啡店 一樓的區域就是點餐區 開放感還不錯 可以看到這家店 2018年有得到Good Design Award 到二樓的樓梯前 雖然底色是灰色 但它配色彩鮮豔的海報 以及木頭色的桌子 讓整體多了一種活潑感 二樓映入眼簾就是大片落地窗 以及開放感十足的空間 這裡可以直接觀賞賴戶內海 以及大鳥居的景色 Bobbo覺得是窗外風景最棒的星巴克 內裝採用星巴克常用的木質調的座位 配上不同顏色的灰色 讓整體看起來很舒服 但不會虛滑或是過於單調 牆壁上也有不同的藝術品 比方說這幅看起來很像是超寬4K螢幕的畫作 Bobbo後方的木頭製的飯勺 是公島傳統的藝術品 也是代表星巴克的logo上 Siren的零 整家星巴克的Bobbo最喜歡的位置 就是面對海洋的沙發去啦 在這裡喝杯咖啡 感覺真的很不賴 岩島神社創建於西元593年 現在所看到的建築是西元1168年 由平清聖營造完成 距今有800多年的歷史 神社本身於1952年被列於國寶 也於1996年被列於世界遺產 這裡我覺得可以三個不同的時段來訪 第一個時間是乾潮的時候 大家可以走到沙桌上 從這邊遠遠的觀賞岩島神社 第二個時段是晚上滿潮的時候 幽靜的神社配上打光 真的很漂亮 最後一個時段是接近中午的滿潮時段 也是鮑勃最喜歡的時段 大家可以早一點點進到神社內 慢慢的散步經過東回廊 然後經過敗殿 邊走邊看潮水滿滿的湧入神社 風國神社又通稱千蝶閣 是安土陶山時代的1587年 由封城秀吉下令建造的木造神社 是宮島內最大的建築 面積相當於857個榻榻米的大小 大約為封城秀吉的世事 讓此建築保持著未完成的狀態 壁面以前天花板都沒有完工 但也變成江湖時代島民交流的場所 也是日本的中華文化財 在這裡悠閒地找了地方坐著吹吹風 看個海景體會一下古人在這裡聊天交流的雅趣 宮島上也有很多溫泉旅館 如果大家有時間在這裡待上兩天一夜的話 可以悠閒地泡個溫泉 以及想要當地食材所製作的會喜料理 宏泉公園前店是日本第二開設於登陸有型文化財的店鋪 在這裡喝杯咖啡後 就到宏泉公園散散步吧 宏泉是為日本東北青森縣的第三大城 西巴克就為青森的知名觀光景點 宏泉城的旁邊 地理位置極佳 白天夜晚都有特色 建築物本身是於1917年建立的舊第八師團長官社 就是蓋給陸軍師團長的宿舍 採日式跟西式的混搭風格 日式的部分為玄關部分的切漆破風 就是天守閣可見的三角形的部分 建築面積大約為160平方米 規模沒有很大 座位也沒有很多 櫻花季的時候可能要早點來 不然位子可能會坐滿 點餐的地方為當時的會議室 深受大政浪漫的影響 空間感跟溫馨感都不錯 這裡也有擺放一些位置 星巴克使用了青森的傳統工藝 跟當地的建材 將原本合室房間改建成主要的用餐區 白色跟咖啡色的融合 有些許的古名家咖啡感 往窗外望去還可以看到美麗的庭園 等候室也被改成比較小一點的用餐區 牆上的照片也記錄了這種建築的歷史 這裡跟神戶的藝人館星巴克一樣 都是登錄有型文化財 就是具有國家歷史意義的建築 鮑勃推薦來青森紅錢旅遊的時候 一定要來拜訪這家店 擁有400年歷史的紅錢公園 是知名的賞英景點 鮑勃來採訪的時候是冬天 但也有另外的一種美感 行巴克的對面就是護城河 這裡晚上的打燈配上雪景 以及冰風的河水真的超級浪漫 冬天進到公園真的是一片白色 喜歡雪的人應該會超級不得開心 我們慢慢走到天守閣 這也是日本東北地區 僅存江戶時代所建造的天守閣 就是現存十二天守之一 原本的天守閣位在本丸東面的石牆 但由於石牆有坍塌的可能性 所以現在先把天守安置在中間 等在石牆修好的時候再移回原處 但說實在放在中間也不錯 可以360度觀看天守 白天晚上都很美 是神戶 神戶美利堅 Park 店是關係第一間在公園內的星巴克 也是關係最大家的店鋪 幫忙在這家充滿藝術感的星巴克點個咖啡 一路坐著等太陽下山到晚上看看景色的變化吧 美利堅公園位於神戶港 是神戶最具代表性的景點之一 星巴克就位於白天 或夜晚都很美的公園內 由於公園很空曠讓這家星巴克容易被找到 店鋪建築外觀很有特色 像是一個藝術品一樣 跟充滿藝術氣息的每一間公園十分的搭配 光是外觀的美感就可以讓大家照相照個夠了吧 到了晚上這家店的打工也照亮了公園 帶給旅客充滿浪漫以及溫馨感 咖啡店總共有兩層樓 一樓是點餐的吧台跟座位區 吧台就在店內的正中間 跟一般星巴克靠著牆壁的點餐區有點不一樣 木頭使用當地產的木材 然後水泥地板使用回收的咖啡杯跟咖啡豆所製作 注重永續經營跟環保的概念 室外有一些座位 天氣好的時候在外面喝杯咖啡也不賴 走到二樓鮑勃最喜歡的是室內面對省護港的座位 可以邊喝咖啡邊看港口的海景 真的是太享受了 2樓室外的靈異區可以直接看到神護塔的美景 晚上的打燈真的很浪漫 有曖昧對象的各位 可以趁人少一點的時候跟對方告白 喝完咖啡可以直接在美麗堅公園散步走走 讓大家充分體會這個港口城市的魅力 白天的朝氣跟晚上的浪漫都很棒 公園內的神護塔也是神物重要的地標 於1963年落成使用 高108公尺 除了鐵塔本身夜晚很美 使用7000多顆LED點綴以外 展望台可以360度的看神護海景以及城市的景色 與美麗堅公園只有一條街之隔的神護舊居留地 是神護於西元1868年開港通商之後 外國人所居住的區域 這個區域除了百貨公司與精品店伶俐以外 也有很多歷史建築可以拜訪 沒有去過歐洲也沒關係 在這裡拍一張充滿歐洲感的照片吧 鐵倉玉城丁店 就是傳說中店外有游泳池的那家星巴克 雖然沒有辦法邊喝咖啡邊游泳 但也是會想要看這家店到底美在哪裡吧 這裡距離鐵倉車站 走路只需要三分鐘 當成連倉一日游的第一站 可以早早到這裡吃個早餐 喝杯咖啡 整理一下心情 然後再開始今天緊湊的一日游 這裡原本是日本漫畫家橫山龍衣的宅底秀姬 而星巴克就依照當時的母題所設計 外觀看起來就像是一般的平房 雖低調但不會平庸 進到店內就會發現充滿星巴克的店內常出現了木質調設計 空間感非常的十足 天花板很高 然後座位跟座位的間距還蠻廣的 天花板玻璃還會讓光透進來室內 感覺還蠻溫馨的 另外也有一區販賣Starbucks Reserve的咖啡 如果想要稍稍享受一下 可以試試看這裡的咖啡唷 店內很漂亮以外 但店外才是整間店的highlight 看著附游泳池的庭園 有一種自己是有錢人 然後在自家後院泡個咖啡的錯覺 真是一個美麗的錯覺 天氣好的時候搭配陽光真的很棒 但下雨天的時候也有一種浪漫的感覺 如果你的蓮倉有不幸遇到的大雨 那就來這裡躲雨一下吧 蓮倉車站附近真的太多景點了 很難再一部影片介紹完 寶寶就挑兩個星巴克走路 可以到了餐廳景點好了 如果你是日式甜點控 從星巴克走五分鐘 到甜點百名店 茶房羽姆Kihara 來吃個日式甜點 寶寶點的克斯基里 跟黃豆粉的套餐一千塊日幣 克斯基里吃起來有點像是板條 從冰水中拿出來沾下黑糖非常軟Q 吃起來像湯圓口感的白玉 沾滿甜甜的黃豆粉 跟黑糖也很搭 從茶房羽姆Kihara 往前走個十分鐘 可以到淺洗變天才 余赫服神社 聽到神社應穿越一個隧道 可以看到這個區域 跟自然完美的融合 還可以在這裡洗個錢增加財運 祝你發大財 來 神戶北野藝人館星巴克 是很多人在金板神旅遊的必訪景點之一 大家來看看這一間位於超過百年陽館的星巴克 到底有什麼特色吧 神戶是關西的一個超過150萬人的海港都市 融合的傳統以及摩登 1868年 神戶成為日本最早開放對外通商那個城市 在1899年前 吸引了很多外國人搬來神戶居住 有很多就落腳於北野藝人館這一帶 也就是我們這次所介紹的星巴克的所在地 北野物語館是西元1907年所完工的兩層樓的木造住宅 當初是居住當地的美國人所擁有的 被指定為登陸有型文化財 可惜於1995年板神大地震中損毀 在2001年重建完成 2009年由星巴克乘住後運營 咖啡店內裝利用當初的休息室 餐廳、客房的格局擺放家具 並沒有把牆壁拆掉 裝潢成一般星巴克的開放式空間 時間允許的話大家可以從一樓到二樓的每間房間都坐一下 體驗一下一百多年前屋主是怎麼樣度過洋館中的悠閒時光 北野藝人館星巴克就是星巴克中的名店 深受觀光客以及當地人的喜歡 想要跟鮑勃一樣避開人潮的方式 就是一開門或關店以前拜訪 這裡白天跟晚上各有不同的感覺 如果你的關係有安排一天坐在神戶的話 那可以第一天晚上先來喝杯咖啡 然後第二天早上開始行程的時候 來這邊喝杯飲料吃個早餐 這家星巴克的地理位置真的不錯 所以去哪裡都方便 如果說距離最近的大景點就是北野藝人館 藝人館是指在幕府末年 到明治時代外國人所居住的住宅 藝人就是異國之人 主要是以歐美人為主 大家可以在北野藝人館這一帶挑選有興趣的建築進去參觀 外觀有著厚重煉王的封建機館 是北野藝人館的代表建築 因為NHK的電視劇封建機而名氣大造 建於1904年 於1978年被列為日本的重要文化財 蒙皇之館成因是美國領事亨特夏普的住宅 建立於1903年 在1980年被列為日本的重要文化財 北野天滿神社可以看到神戶加上藝人館的城市風貌 境內也有一些兩三百年歷史的文化財 另外推薦一家超有名的咖啡店叫做Cafe Flow in the Lip 開在1929年所建的舊神戶聯合教會內 也是有型文化財 因為原本是教會 整間電影天花板非常的挑高 位置間隔很大很寬敞 非常的舒適 點一份份量滿點的三明治 邊吃邊欣賞咖啡店的建築設計吧 京都宇治的平等院為世界遺產的一部分 星巴克京都宇治平等院表餐道店 就直接開在平等院的旁邊 除了地理位置很好以外 這家星巴克的特色有實力 可以成為宇治的必訪景點之一 宇治是位於京都市的東南邊 距離京都車站大概半個小時的車程即可到達 人口約18萬人 以平等院以及宇治抹茶聞名 這間星巴克的強烈開放感 在還沒有進店以前就已經感覺到了 有不少的座位散步於門口附近 而且都有一定的距離 如果店內的位置都被佔滿的話 坐在室外應該也有不錯的感覺 咖啡店本身的建築 採切漆屋根 就是屋頂兩邊是斜面的製作方式 十分的常見 目的是為了跟周遭的建築做調和 不會因為太圖而破壞市容 店內的顏色是木頭色跟灰色為主 低調但不會單調 窗戶很多不只可以讓陽光透進來 也可以看到庭園的景色 至於店內的位置不少 但攻堅感十足 應該不會有人即人的感覺 整家店最推薦的地方 是室外日式庭園的座位 鮑勃拜訪的時候 正值京都的櫻花祭 邊看櫻花邊喝咖啡 有種在公園野餐的感覺 建議大家春天的時候拜訪這家店 京都宇治平等院表餐道店 如其名 就位於平等院的表餐道 距離平等院的正門 只需要走路一分鐘 地理位置即佳 平等院於西元1052年 由攝政官擺太政大臣藤原賴通 將其父親的別裝改造成寺院 距今也有將近1000年的歷史 國寶鳳凰堂在隔年的1053年建造完成 在平等院的對岸 走了約10分鐘 就是另外一個國寶建築 與之上神社 本店於距今快1000年前的平安時代後期完成 是現存最古老的神社建築 雖然與之上神社比較及其他知名的神社 可能少了一點豪華感 大於為歷史的重要性 讓本店於1952年 被指定為國寶 平等院跟與之上神社 在1994年被指定為世界遺產的一部分 很推薦大家來拜訪 我們這次拜訪的星巴克 位於富山縣的富山市 而這家富山環水公園店 也被譽為世界最漂亮的星巴克之一 富山市可能不是來日觀光客的首選 但這裡旅遊大景點金澤 坐新幹線約25分鐘 普通車大約一個小時 現在從富山車站走路大約11分鐘就可以到達星巴克 如果來金澤旅遊 沒有安排太多行程的話 何不花個半天來富山拜訪一下這家星巴克 順便在周遭晃晃呢 富山環水公園店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美景 距離河畔以及草地非常的接近 店外跟店內皆是以木頭為主的設計 讓你有一種溫馨感 而且採光非常的好 白天的店內非常的明亮 整家店使用大量的落地窗 讓店內可以直接看到運河的美景 天氣溫暖的時候 坐在室外吹吹風感覺更好 到了晚上店面的打光 讓整間店看起來頗有時尚感 由店內往外看的夜景也是一大特色 包住星巴克的富岩運河環水公園 於1997年開園 面積約9.7公頃 大概是五個台北小區單的大小 特色是圍繞運河的一個綠地 可以散步的距離總長約兩公里左右 是一個非常適合遛狗跟六小孩的地方 包博覺得整個公園的highlight 是長58公尺 高20公尺的天門橋 登上三樓的觀景台 除了可以飽覽公園景色以外 還可以看到遠方的栗山連峰 栗山加公園加星巴克 真的絕景 到了晚上這裡的氣氛也很好 公園的打工非常的浪漫 我們再度登上天門橋看看夜景 跟剛剛白天的感覺完全不一樣 除了環水公園跟星巴克以外 富山市的車站周邊 還有衛武設計的富山玻璃美術館 以及充滿日式感的富山城址公園 都很適合納入富山的半日遊行程中喔 冰松城公園被稱為冰松的中央公園 在這個可以看到自然以及歷史的區域裡 有一家星巴克就這麼悠閒地坐在這個幾家的位置 冰松市是金剛最大的城市 約有78萬人 有400多年歷史的冰松城 東海地方最大的中午食洞 超好吃的鰻魚飯 以及有日本特色的餃子 冰松城公園是廣受當地居民喜歡的公園 雖然不是很大 但是綠意盎然 而星巴克冰松城公園店 就藏在樹林跟綠地的中間 星巴克的外觀使用木材做主設計 咖啡店的室外區域有種植樹木 讓整家店有種山中度假小屋的感覺 室外目測應該有三十幾個散位 在夏天的時候買一杯冰冰涼涼的冰拿鐵 坐在室外乘涼 是市區星巴克無法體驗到的感覺 室外很有特色 但室內也絕對不輸室外 天花板非常的挑高 使用金剛北部高級的天龍才製作 從天花板銜接下來則是一片片的落地窗 室外的綠樹直接映入眼簾 真的超棒的 室內位置大概有四十個 座位跟走道以及餐點區域有舒適的間鋸 我想即便很多人在這家店喝咖啡 應該也不至於到太擁擠 星巴克所在地冰松城公園的重點就是冰松城 德川家康於青壯年時期就在這邊度過十七年的歲月 凡正兩百六十年間 這裡有許多擔任幕府要職的城主 冰松城的別名就是為初市城 天守閣建在小小的山丘上 可以俯瞰整個冰松市區 在城市的北區的龍岩洞 是東海地區最大的中五十洞 總共開放的區域約有四百公尺長 大家可以近距離觀賞大自然在這兩億五千年所雕琢出來的藝術品 美食的話 鮑勃推薦冰松的名產鰻魚飯 炭燒烏拿雞 奧伊亞是當地的名店 也是塔貝洛姑的百名店 另外冰松的餃子也很有名 特色是餃子包了很多野菜 盤子上還有豆芽菜培寸 加上自家製的辣油以及醬油 跟台灣吃到的煎餃跟鍋天很不同 大家可以試試看 包伯吃的是百名店席幕裡 日本三大古湯所在地道後溫泉 是四國旅遊的必訪之處 開在道後溫泉站的星巴克 有著懷舊的氣息 可以當成這區旅遊的第一個景點 道後溫泉位於愛媛的松山市 是愛媛的最大的城市 松山城 鯛魚飯 道後溫泉 皆為城市中重要的特色 星巴克的所在地 道後溫泉距離松山車站 大概20分鐘的車程 星巴克道後溫泉站舌店如齊鳴 就直接蓋在車站 如果是搭乘一羽鐵道的松山市市內電車的話 那從最後一站到溫泉站下車的話 就可以直接看到這棟原本於1911年建造完成的明治陽風建築 還可以搭配少爺電車一起拍攝這個很有氣氛的三代木車站 從開放感十足的一樓點完餐之後 我們可以沿著窄窄的木造樓梯到達二樓 先跟Good Design Award打算招呼後 我們到了一個位置不多 但開放感十足類似交椅廳的一個空間 感覺明治時代大家是不是都坐在這裡等待火車的到來呢 由於這家星巴克直接蓋在車站 可以用極佳的角度觀賞路面電車的往來 大家可以靜靜地坐在這裡往窗外看 幻想一場喝咖啡周遊日本的旅程 星巴克的所在地道後溫泉 據說有三千年的歷史 從西原596年的聖德太子 至近代的夏目樹石都有拜訪過本地 最有特色的地方是道後溫泉本館的建築 由四東建築組成 最早的建築為西原1894年完成 皆為日本的重要文化財 飛鳥奶溫泉以及裝置湯都這周邊的名湯 大家可以挑一個自己喜歡的溫泉享受 或者三個都去也可以 這裡到了晚上的打燈 讓溫泉街變得更有感覺 光是散步走走看看建築就非常值得了 除了溫泉以外 溫泉街也有許多商店跟餐廳 觀賞少爺機關中的精緻設計 或走到有超美時間的伊佐爾波神社 參拜一下重要文化財也不like 以上就是這次的介紹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還可以訂閱 Follow我們的YouTube Facebook 還有Instagram看更多內容 我是包博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